一天一天的过去 新年又来临你我不分离 我管到世界各地 同样的气息家家都欢喜 好运来 接着来 恭喜 恭喜发打财 客人来 请我开 生意兴隆小开拓 好运来 混混来 我把大红包打开 我的爱 让你带 歌舞风唱跳起来 等我离开 让我回 我把大红包打开 等我离开 让你开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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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神来 上王家门 娃娃娃天宝 新年红包在鞭炮身 多财有多福 好 中火湾 倒酒啊 今天我们俩要喝很开心了 对对对 来来来 龙天晓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劫狱 你眼里还有没有 王法 请问这位小哥 你把我的棋子藏在哪儿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偷了我的东西 反倒理直气壮的 你是黑道 我偷你的东西就等于是黑是黑 王法也管不了 那我今天就要管一管 这王法管不了的事 口气倒蛮大的吧 痛痛痛 好痛啊 痛痛痛 你居然没把棋子放在身上 你藏在哪儿了 我不告诉你 你笑什么 你不要摸我的棋子 我臭小就怕痒 小皮蛋 总有一天 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在你身上 就避在百花楼 走就走嘛 干嘛那么凶啊 不要再推啊 再推我反抗了 好好好 书呆 你这 书呆啊 要抬到哪里去啊 我怎么知道 你们后院可不可以埋人啊 六个耶 六个怎么埋啊 书呆你醒醒啊 书呆 醒醒啊 啊 哎呀 这这简直是人情练运吧 哎 猪头 那孔老头子有没有教你 怎么处理尸体啊 哎呀 不知生烟之死 而且此不与怪力乱神 吴辈只能管前半段 根本管不了后半段了 什么前半段后半段的 我还鲤鱼三吃呢 千奇姑娘有了 把他们都做成人肉包子 包子 你个头儿包子 是 少爷 我就说你这个龙天笑 不是什么大英雄大豪杰 果然没有错 只是个骗吃骗喝的小无赖 我说的不是你 是他 再怎么说我也曾经帮过你一个大忙啊 对我说话就不能客气了呀 抱歉啊 你是无赖也好痞子也罢 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 就是冒充别人的骗子 喂 你 小兄弟 试向你 把旗子交出来 我给你三次机会 什么 我让你猜三次 猜中了就还给你 你要是猜不中 要接受我的惩罚 怎么 你还要跟我玩游戏 嘿嘿嘿 少爷 干什么 这家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你就别逗他了 我问你 龙下那些人真的是他杀的吗 是啊 你没看他杀人的时候那个狠劲哦 龙天笑 我见你是一个大侠 所以才把你的旗子借来玩的 哼 你偷了我的旗子 难道 我还要感到荣幸不长 诶 事实上本来就是这样嘛 但是龙天笑我现在后悔了 我后悔曾经冒充过你 我问你 你滥杀无辜是何用意啊 我杀的是什么人 问问你的哥们就知道了 少爷 少爷 那些杀手还真的很奇怪 一进来什么都没说 上来就杀我 杀你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想他们要杀的是你 却错认是这位傻兄弟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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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朝中的京城 或者蓄意谋反的凡王 想要阻止你赶回京城啊 啊 不会吧 人情没那么坏啊 更何况我又没有跟任何人结阅啊 哎呀少爷 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这么天真呢 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为了权势 会不择手段的 不会的 这么说 你们还是有身份的人 没有没有没有 龙大侠 我家少爷 不过是有点钱罢了 稍微有点钱 你们是什么身份 与我无关 我只想要我的旗子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 让你猜三次的吗 就算你杀了我也没用啊 我死了 你永远找不到黑龙令奇了 这辈子也没见过你这种皮蛋 干什么干什么 怎么这么吵啊 谁把我桌子弄烂的 怎么是你啊 这个桌子砸烂是要赔钱的哦 我今天是虎落平阳被犬气了 我管你什么龙羊猪马的 凡的桌子砸烂就是要给钱吗 那好 你来帮我猜 他把我的旗子藏在哪里 猜出来 我就陪你桌子 这还用猜啊 这是猪头 一定是藏在叶湖里 太准了 他简直是我肚子里边的蛔虫 竟敢这样糟蹋我的信物 等等等等 我们刚说好的 先赔我钱 不关我的事了啊 还不快去拿出来 试试 龙大侠 里面的尿是我撒的 你要杀你就杀我吧 我家少爷你千万不能杀 起来不要求他 这是我干的事 我自己会负责 龙天啸 我真的想不通 你在鹿林里面的名望 到底是怎么混出来的 像你这种心肠狠毒的人 也配称得上大侠吗 你连猪狗都不如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地方很适合你啊 那就是十八层地狱 小皮蛋 算你厉害 自从二十岁以后 就再也没有人这样骂过我 放心 这夜虎根本从来没有人撒过尿 小皮蛋 我听说 你曾经用这把令旗 制止过曹帮跟盐帮的火拼 算你做了一件好事 也救了你自己一条命 小皮蛋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 我姓朱明后照 朱后照 他终于走了 少爷 你怎么可以把你自个儿的真名字告诉他呀 八怪 你也未免太紧张了吧 有理走遍天下 就算坏人他也一样要讲道理啊 我的好殿下 你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不这么天真啊 你能不能把这个夜虎拿开一点 你们上哪去啊 反正你们这里又不欢迎我们 所以我们试相点 免得留在这里让你们看了生气 这些尸体是你们弄出来的 你这一走 这个烂摊子谁收拾啊 倩倩姑娘 我们家少爷刚刚越狱出来 官府一定会来捉拿的 我们要是不走 那会给你们惹上麻烦的啊 啊 越狱 你怎么这么大胆呢 我也没办法 我的预证还没考察完 我也不想走啊 哎 让开了 这么说 你们更不能走啊 万一官府一来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啊 大人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带你小怪啊 那个龙天孝 他他愿意逃跑了 啊 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传令下去 各个城门严家守卫 绝对不容许那鲜子逃出城外 是 爹 你派几个捕快跟着我 我去把他抓回来 这样啊 嗯 走 下 下 我退 和老爷 别这么杀风景 嗯 嗯 管门呢 руг 走 我的妈呀 我会忍受三年的 死鬼 以后你不要再找我麻烦 好不好 我会请高僧 给你超度的 小炖云 下 你们干嘛 我什么都没看到 小姐 这百花楼太不像话了 竟然公开违反朝廷禁令 牵笔截外生枝 最重要的是抓到龙天校 走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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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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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喜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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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在这儿耸着 是 喜沙沙 喜沙沙 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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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洗洗澡来了 哎呦 猪头说过啊 一日三醒无声呐 是三醒无声 没文化 哦 原来有文化的人都只会反省 不洗 不洗澡啊 那我宁可没有文化 猪头又说过咯 三克不洗澡 虽 可憎 是三日不读书了 好好算了算了 我宁愿洗澡了 洗 笑 洗 睡了 洗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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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千姑娘你别给我装聪明了 用…… 你干什么 叫我爷爷 我忘记了 往哪儿跑 去死吧 别跑 别跑 睡觉 龙天啸 我劝你乖乖束手就擒 不要让本姑娘动手 秦姑娘 其实我不是龙天啸 我叫猪兽啊 我不管你猪兽猪肥的 我只知道你这头猪越狱 我没有越狱啊 其实我是一个受害者 我被人家闲食了大半夜 那好啊 那你跟我回去说清楚 也把你的罪名洗清 你说得很轻松 我怕我说不清楚 因为你爹是个糊涂虫嘛 你敢骂我爹 你敢骂我爹 别跑 你敢骂我爹 你敢骂我爹 你过来啊 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 少爷 那个采青姑娘死缠烂打 真让人受不了 我看咱们还是离开扬州算了 这鬼地方市民太多了 说的也是 还是回京城当太子比较舒适 我们快走 快快走 来 下一个 快点快点 什么东西 去哪 来 这什么东西 来 给打开看看 来 快点 下一个 看来今天晚上想混出城 是不可能的了 那可怎么办呢 快点快点 我看还是先回百花楼再做计较吧 而且我们还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少爷 我看咱们还是想办法混出城去吧 我快走 少爷 没事没事没事 我已经叫过你们一次了 咱们扯平又回来干什么 先劲苦点 让我们祝最后一碗 真的最后一碗 回来 这位猪少爷呀 刚才你躲在我们芊芊的玉筒里 把她的什么东西都看了 你打算以后怎么对她负责任呢 哎呀 就是 在下实在听不得这样下流的词语 我 哎 老板娘 您千万不要胡说 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哎呀 你骗鬼呀 哎呀 芊芊你自己说 她看到你哪里了 碰不到你哪里了 嗯 娘 你怎么在别秘境说这些 哎呦 这怕什么嘛 反正你已经是她的人了嘛 哎 老板娘 我可无福消瘦啊 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挨过揍 这两天啊 我已经挨了她三尽耳光 我不想再继续挨下去 你天生长得欠揍面 就算我欠揍也不需要你来揍啊 怎么样 你们小两口不要总是吵嘛 谁跟她吵两口 谁跟她吵两口啊 我不想找一辈子没 对了 老板娘 你把尸体放在哪儿啊 在后院啊 干什么 八块 哦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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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少爷 你是不是想从他们身上 找出点什么蛛丝马迹啊 哎 你怎么那么笨呢 如果他们真的是职业杀手的话 身上一定会带有一种东西 什么东西啊 哎呦 就是行刺不成呐 也可以让自己自问的东西啊 哦 哎 少爷 这次回复猪群三个多月 哎 你都快变成老江湖来 哈哈 你看 这就是自闻用的 这里有一个心子 这个就是线索 少爷 这是什么 你不要命啊 这一定是非常毒的毒药 先留着 等到回到京里面 交给御医来处理 搞不好能够查出他的来历 少爷 这扬州城可真是步步凶险 我看咱们明天怎么护着城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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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来 你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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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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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快点行吗 垃圾别乱丢啊 好 我知道 大家去看打擂台啊 大家去看打擂台啊 快点啊 请吉普千金要比武招亲啊 快点快点 快去看打擂台咯 吉姑娘要比武招亲 不会吧 这个好玩儿 少爷 我看您就别三心二意了 咱们回去吧 好吧 这回听你的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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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走开 快点快点 闪开 闪开 走开 走开 你 哎呀 这个死白虎 他又想去缴货了 太过分了 少爷 什么青虎白虎呢 咱们回京城要紧啊 不行 我得去看一看 哎呀 我不会再捅娄子了 我只会在底下看一看 这样总行了吧 哎 只能看一看啊 哎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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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真的摆起擂台来了 哎呀 哎 大人 学生是外人 本不好说什么 但这事儿 是不是有点荒唐啊 哎呀 女儿一定要这样 哎呀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而且最惨的是 我老婆临终前再三交代 说要女儿这样选丈夫才行的嘛 既然如此 哎 外面情形如何啊 外头啊 翻了天了 啊 丑闻 简直就是丑闻啊 哎 大人 其实还好了 正好让世人见识一下 小姐的魂我双全 不但不给您丢人现眼 还给您露大脸了 那倒也是啊 说得对啊 哎 我秦忠玉啊 虽然是没有儿子 但是有彩晶这样的女儿 真的抵得上人家几个儿子吗 是啊 就是啊 哎 哎 我一想起湖州史家啊 就真是头痛啊 彩晶跟舒财他们两个啊 还没有出世啊 就已经指父为婚啊 如今虽然史家家道中落 但是我秦忠玉并非势力之人呢 本来打算把彩晶嫁入史家去的 现在彩晶这么一搞 我看 蔬菜是完全没有希望了 哎 老婆大人 现在全合你意了吧 全听你的 你最大 你最大了吧 哎呀 混账混账 为什么这神堵牌这么脏啊 有几天没擦了 哎呀 对不起老婆大人 擦擦擦擦擦漂亮啊 哎呀擦擦干净啊 你怎么办呢 来不及了吗 哎呀 哎呀 那转什么啊 四叔呆 擂台都已经摆起来了 你还不去啊 在 哎呀 在家就算去了 又有什么用呢 哎 你这个人 仗都还没打 就先阵亡了 真没出息 哎呀 论到武功 在下实在是 我 哎呦 实在是怎么样 别看那么严重嘛 不过就是打架嘛 哎 你看我 从小打到大 我也没怎么样啊 哦 怎么样 怪不得你这么瘦 瘦像皮包骨 原来就是从前打架打 哎哎哎 我在帮你说话 你还消遣我啊 好了好了 我告诉你啊 林阵无枪 不亮野光 嗯 告诉你啊 我教你几张 你就可以上去打了 来来来 起来起来起来 有这么简单吗 当然简单简单的要命 你看见我啊 嗯 千千神拳第一招 五爪金龙 千千神拳五爪金龙 会不会 来 试一遍 千千神拳五爪金龙 哎 哎 哎 你在干什么啊 想挣我便宜啊 打那一遍 哎 五爪金 啊 用力一点 五爪金 再用力一点 木爪 哎呀 你这什么东西啊 是木爪金龙 根本就是凤爪 来 这样子 五爪 嗯 这里用力 很好 用力用力 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哎呀 在下队武功一到 早就是灰心丧气了 哎呀真是没出息 哎哎哎哎 哎呀呀 ya 走了走了 干嘛去啊 去认爹啊 哎呦 算了啦 昨天就碰了个大丁子 不去了 娘 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 就让他们轻轻松松的 把咱们撇开啊 我费馋的 ?她认咱不渴 哎呦 我不去 娘 好 你怕死你不去 你不去就算了 我自己去 我非弄个落花流水不可 千千姑娘 那不是落花流水 是水落石出 或者是柳暗花明 你这是啰嗦耶你 管我 走了啦你 又干什么啦 你老婆都快被人家取走 你还在这里碍身叹气的 真是没出息 真是窝囊 走 走 来 等等 哎呦 快走 来 惨了 还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呢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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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小姐 有烧心 有烧心 太大了 来来来 这挺好的 好意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让一让 让一让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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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头 我跟你说啊 等一下啊 你这什么都别管 就冲上去 乱打一通 我 对对 七五算会打死啊 你要留得千古美名 这样的美名 我宁可不要啊 哎呦 你怕什么啊 胆小鬼 哎 这位姑娘的意见很好 哎 就是啊 怎么是你啊 如果书呆子在擂台上被打得很惨 那么秦姑娘绝对不会做事 这个就叫做虎肉鸡 嗯 你怎么还没溜走 还来在这里干什么 我知道了 你也想赖 他们吃天鹅肉 想把我姐娶回家 对不对 本来我并无此意 但是听你这么一说 我倒觉得蛮好玩的 哎 你姐姐文武双拳 娶到她的人呢 是福气 你呀 麻辣双拳 谁娶到你呀 都会倒霉一辈子的 哎 哎 辛苦了辛苦了 哎哎哎哎哎哎 好了好了 别闹了 哎 开始了 开始了 各位父老相亲安定一下 比武招亲现在开始 有请小姐 喂 functionality 哎哎哎哎哎哎购 有点 002 小女子秦彩清 今日比武招亲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小女子感激不敬 那就让我们 一人一次 我们就感激不敬了 是 哈哈 我看谁还敢胡言乱语 姐姐好威风啊 真厉害啊 比武招亲的规则很简单 只要参赛者打赢我的丫头 牛尔这一关 连牛尔的武功都这么厉害 我看我就没希望 别泄气 提起精神来 先过我这一关 才有资格向我们家小姐挑战 谁要是再赢了我们家小姐的话 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秦府的女婿 台上有各种各样的兵器 任君挑选 不过大家要记住了 只能点到为止 可不能伤及了对方 你们听懂了吗 懂了懂了明白了 快开始了 快点 请友智者上台来吧 好好好 要吧 你上去 不不 你让开 你上去 这个老子钻鞋你怎么不懂啊 老爷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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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起来 慢点 老爷你起来 你起来 老爷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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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想娶媳妇啊 别上台丢人现眼了 我来 你看 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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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神童想把支付千金捧回去当娘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已经不少了 我先把支付千金娶回家养着 过几年就可以用了 你这小孩 别胡闹了 回家放风筋去吧 我娶不到支付千金 娶你也可以啊 你这小孩 真心教训 你这小孩 你快走 走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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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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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真是荒唐 没想到我没过门的妻子 竟然做主义 你给我闭嘴 吵死了 猪呆子 我说你到底想不想要你娘子 我当然想了 可是看现在这个情形 我看我是没希望了 我看我是没希望了 哎呦 你先别伞了 丧气 我有办法 你有办法 诸公子 你就不要再拿我寻开心了 哎 我见你是一个秉姓纯良的读书人 所以才想助你一臂之力 你帮我 我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的 你帮我也没有用啊 死忌当真可行啊 当然行啊 相信我 没错 让开让开 让开 让我来 走开 闪了 让我来领教领教一下 姑娘的高招 我们家小姐不喜欢你 你滚下去吧 你滚下去 你滚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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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太子就会在人堆里 你滚下去了 王爷 这儿看不见的 咱们不如上酒楼上去看 您看 走吧 王爷 请 王爷 请 王爷 请 加油 跑 载 你滚下去了 快打 你滚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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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快打呀 打了 打了 来呀 打了 姐姐 加油 加油 打死他 姑娘 别输了 你这个漂亮的东西 姐姐 加油 加油 人生若能娶此女为妻 可就真的没有遗憾 打死他 加油 打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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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 我打 打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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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怎么样 你没事吧 这叫兵不厌诈 秦姑娘刚才宣布的规则里 可并没有说不能用暗算啊 对不对啊 对 大家都听见了吧 有你这么耍赖的吗 耍赖很有理吗 哎 我打 给我打 给我打 打 打 哈哈哈 怎么样 谁还有意见 给大爷我站出来 哈哈哈哈 赶紧上来 既然如此 这擂台 就是我赢了 哈哈哈 快上去啊 难道你真的要让你老婆拱手让人吗 我不行 我不行 少爷 你要让那书呆子送死啊 我 别动啊 我 我 我叫你兄弟嚣张 我今天有个屎大某人 我来会会你 书呆子 你不要命了 哦 我认得你嘛 你不就是百花楼上的书呆子吗 我 就凭你 还能跟我交手 哈哈哈 我本不愿意与别人拳脚相争 只是事出无奈 请跟下见谅啊 我真的要打人了 我要动手了 谁啊 谁打我 你也敢笑我 我打死你 这动手了 动手了 打啊 打啊 喂 别输了 快要听了 快打 别要听 别要听了 快打 打得越多 我看见他了 在哪儿 就在那儿 张勇 命令铁血阵立刻给我包围脚伤 是 站住 你还跑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谁 谁偷袭我 谁 谁偷袭我 对啊 给我站出来 你刚才不是说并不厌诈吗 这哪儿就暗色啊 是不是啊 对 这就叫做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身 是不是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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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hebt 你下来干嘛呀你 你们下来干什么 你有雷那���干什么 你怎么打我 你怎么打我 人家屏武招亲 你来搅局 你才认什么心啊 你没看到有人要杀我吗 你不是好东西 当然有人杀你 我一向与世无争 怎么会与人结怨呢 你就算才亲吴来到家 当然会有仇家 你没事吧 你们 你们 太好 无缘 没事吧 无缘 不努力起来 快点快起来 人生人小心啊 你叫什么呀 上去吧 好 好 好 太阶伏了 这里没你的事 这是我的擂台 怎么会没我的事 我是为你着想 姐姐姐姐 我也善救你的 对不起 我还没承认我是你姐姐呢 没关系 我承认我是你妹妹啊 铁血竞针 我一看就知道 我们今天是受众正寝了 闭上你的嘴 闭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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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别跑 走 你起来吧你 别跑 喂 你们别能走啊 别跑 小姐呢 走 怎么会这样呢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蔡清姑娘 这 这不差啊 恭喜你 你们未免也太热情了吧 小心点 小心点啊 小心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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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恭喜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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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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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啊 谢谢 谢谢 各位乡亲啊 你们未免太热情过度了吧 这才是洋装大事啊 当然人有责了 哦 是吗 可是我是名门望族啊 怎么娶新娘 这么随便呢 是不是啊 哎呀 随便就随便啦 男子汉大丈夫 能不有个三妻四妾的吗 很正常的 无所谓了 哦 哎哎哎 小心点 小心点 哦 太厉害了 蔡清姑娘 这事情闹成这样 我该怎么办呢 哎 我哪知道你怎么办啊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办了 闹成这个样子 哈哈哈 太让我感动了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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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哎 哎呀 你在生什么气吗 哎呀 生气 我哪有生气啊 不好意思啊 只不过看一个莫名其妙的家伙 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擂台 谢谢 谢谢 也看着 就要接一个莫名其妙的婚姻 谢谢 谢谢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又不是神经病 谢谢啊 气死我了 我又说做什么话了 我把你们上下扇子啊 哈哈哈 老爷 老爷 怎么样怎么样啊 女婿已经跳到了 人在哪里啊 就在外面了 长得什么样子啊 人品好不好啊 家事怎么样啊 赔不赔我家女儿啊 哎 您自个看看就知道了 好好好 好 好 舒财 是你打赢擂台啊 哦 那是谁啊 我的未来女婿进哪里啊 恭喜恭喜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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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 爹 女儿啊 人哪 太高兴了 老爷 辛苦耶 哦 我的未来女婿 是你啊 是我 岳父大人 慢着 逃犯 抓起来 少爷 爹 来 老板两位了啊 请 龙天孝 你胆子真大 岳玉也就算了 还有胆子去打我女人擂台 秦大人 岳玉并非我本意啊 打擂台也并非我本意啊 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我太倒霉了 所以才被我碰上了 你还狡辩 龙天孝 这次算你不走运呢 今天撞到我手里 我会让你勇士不得翻身呢 秦大人 你搞错了 我不是龙天孝 我叫朱寿啊 我不管你是谁啊 我只知道你是一个越狱的重犯 好 秦大人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前天你把我抓进牢里 是因为我犯了什么罪啊 你 我 我既没有喝酒吃肉 也没有赌博嫖妓 你不用分说的就把我抓进牢里 秦大人 朝廷命你为官 难道你就是这样对待老百姓的吗 我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我要调查清楚 你在其他州县所犯的罪状吗 我也跟你说过了 我不是龙天孝啊 我 不管了 就算我是关错了你 你也不应该越狱 我没有越狱 我是被人挟持的 你还狡辩 来人呢 在 传索晚当值的御族上堂 在 叩见大人 昨晚的情况如何 你们也据实禀明 启禀大人 卑职在外巡逻 只听见两声轻轻的咳嗽 然后就 就不知道什么了 混账 听到人家咳嗽两声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怎么当狱卒啊 怎么看守监狱啊 卑职知罪 卑职该死 哎呀 混账混账 通通都市饭桶 卑职本领低劣 不是人家的对手 退下去 谢大人 再传牢里的囚犯上堂 你们从事招来 这个人是如何逃出监狱的 鸡兵老爷 他不是逃出去的 他是被人绑架的 什么 人家为什么要从牢里绑架他 咱哪知道呢 龙天啸做事十分诡秘 神龙见熟不见尾 咱哪知道他心里打什么算盘啊 你是说绑架他的人是龙天啸 没错 那他是谁啊 他是猪少 当我一踏进家门 我就感觉乖乖的 当你坐在客厅等着TV 你没头上低皱纹 你一直在深呼吸 告诉我今晚我要小心 我不明白什么事又让你发表 是不是这一次你能好好教 是不是这一次你能好好教 干不然什么事可以好好商量 An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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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吓你baby 我差一点变得crazy 我差一点变得crazy 从爱的陷阱也是你 从爱的陷阱也是你 带给我新的陷阱 我站在脱下里baby 我站在脱下里baby 从今天我的爱情心 从今天我的爱情心 叫我最好滚到天涯海角 望着脚崖两船脚 站在狂风把雨下 竟然没有空的计程车 可是忽然一个奇迹就出现 可是忽然一个奇迹就出现 好险 一部红色的冰雪她对我开 里面漂亮的手下她叫我进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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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